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即将为您讲述 辽阔的南海 是一块面积356万平方公里的广阔海域 充施着狂风 巨浪 烈日 暴雨 还有频繁穿梭的货轮 一个团队将在未来五年内在这里展开新一轮的渔业资源调查 这一切只为现代渔业的中国梦 您好 欢迎收看科技院 在昨天的节目当中给您讲到 南风号抵达了南沙海域 按计划完成了几个站点的任务 接下来它将继续向我国版图的最南端 分布暗沙附近航行 那么在接下来的这段旅程当中 又会遇到哪些未知数呢 在经过了两个水文站点之后 清晨时分 南风号抵达了本行字的第一个渔业资源站位 这一带海域在地理上被称作迅发大陆架 深度一般在几十米到一百多米 充足的阳光和温暖的海水 加上随着降雨从周边陆地冲入海中的矿物质 造就了一个物种繁多的海洋世界 有着极为丰富的渔业资源 现在南风号将使用拖网 对这一带的鱼类进行采样 对于渔业资源调查来说 下网捕捞是最直观的一种研究方法 当倒出网中的鱼后 甲板上变得热闹起来 热带海域的物种是极为丰富多样的 像烧烤摊常有的鱿鱼 南方市场多见的大眼雕 俗名皮皮虾的虾菇 还有螃蟹等等都是常见的品种 至于排球大的河豚 小孩胳膊粗的海参 虽然让人惊叹 也不是什么陌生物种 当然偶尔也会出现一些 让经验丰富的科考队员 也拿不准的鱼类 这时就要借助资料了 在这一网鱼中 科考队员采集到了三种珍稀鱼类标本 将捕捞的鱼进行分类 在测量重量长度数据之后 结合鱼网扫过的海域面积 就可以计算出 这一片海域的鱼群结构和资源量 此时的中枢 仿佛成了水产市场上的鱼饭 拿出一杆秤进行称量 这看似最简陋的设备 其实是最适合在科考船上使用的 因为在风浪中的船会不停的摇晃 因此所有弹簧结构的程 不管多么先进 都会因为船的晃动而变得失灵 擀秤靠的是杠杆原理 只要两边平衡了 秤托所在的刻度就是重量 即便是晃动也不会造成太大误差 反而显示出了它的优势 大陆下海区的拖网舵夜 南风浩一共要进行五次 在进行第四次的时候 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一根巨大的树干被卷在了鱼网之中 鱼网又没有出现破损 此时成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在这茫茫大海之上 网距一旦出现大面积的破损 是很难维修的 这将会直接影响后续的科考行动 鱼网距都缠绕在了一起 一时难以判断损坏情况 船员们决定先把鱼倒出来 再做仔细检查 在卸完鱼之后 船员们将树干截断 然后在起重机的帮助下 把它取了出来 经过一番检查 网距并没有太大破损 稍微修补即可 这下才让大家松了一口气 趁着捕捞的剑壳 酷爱摄影的中枢 还会拿着相机 取上层甲板拍照 夏秋季节的南海 很少有这种光滑如镜的海面 偶尔会有几只被传惊喜的飞鱼 划破这种宁静 留下一连串的涟漪 而这种难得的机会 让中枢抓拍到了很多奇妙的镜头 当然 这种宁静总是暂时的 不一会的功夫 海面又恢复了往日的狂躁 与此同时 负责渔业环境方面研究的科考队员们 正在无数瓶瓶罐罐之间 被采集的水样进行化验 这种左摇右摆的环境 他们早已习惯了 基本上没有影响 只要不把那个海水撒出来就行 还是比较 挺简单的 只要这个枪会用了 看起来 他们现在唯一需要头疼的 应该就是数量庞大的样品了 环境大约25个 总共上是50个 就是一个肥油植物的 四个 五个肥油动物的 还有一个鱼卵的 因此 对于渔业环境团队来说 加班加点 成了家常电饭 这是20小时 连续跑站 到哪个站 需要不管是几点 他们就水量来坐 包括采样 到我们所有的工作完成 可能大概就需要五个小时 如果到站比较晚 像凌晨两点到站 我们可能凌晨就是七八点 才能睡觉 才能休息 在大雨之中 南风号递达了本次航行的 最南端 增母暗沙附近 这也是我国疆域的最南端 此时 据南风号从广州起航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 在2013年的一次航行中 南风号在这里投掷了主权杯 而他们现在所做的渔业资源调查 将更好的指导渔民 在南海开展渔业生产 这带来的绝不仅仅是经济效率 不仅仅是打鱼 最主要的是显示了我们中国 在我们九段现在的存在 在南沙的存在 是直接保卫了我们的海洋权益 在完成了大陆架上的抵托网作业后 南风号向北驶入了深水区 声纳显示 这里的水深已经接近2000米 负责利用声纳进行资源评估的流逝缸 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到了晚上六点多钟吧 然后就有一部分 从400米水深这个深度上升 开始上升 这有明显的一个上升的趋势 航行几天来 这个现象一直存在 这也就是说 在整个南海海域 都有这个奇特的现象发生 这些蓝色的光点 到底是昼幅夜出的鱼类 还是昼夜温差 导致海水产生物理化学变化 为了找出答案 科考队决定下网捕捞 我们打算一会儿去下一个中层拖网 拖一下这上升上来的 这些东西到底是什么 相对于贴在海底的底拖网 中层拖网就是悬浮在海水中部 进行捕捞的网据 科考队计划进行四次 不同时间 不同深度中层拖网作业 其中前三次都是夜间 第四次是白天 如果前三次捕捞了鱼 而且品种相近 而第四次没有鱼 就能证明晚上浮上来的光点 的确是鱼了 这些光点到底是什么 会是鱼吗 如果是鱼 又会是什么品种 这一个个的疑问 都需要拉起网后 才能得到答案 随着长长的鱼网 被拉回甲板 我们发现与先前的底拖网不同 这一次并没有什么鱼被捞起来 鱼网空空如也 几位科考队员 把鱼网翻了个底朝天 所收集的各种鱼虾 也只能够装满两个塑料饭盒 其实对于中层拖网来说 两饭盒的鱼已经算比较多了 因为中层拖网本身就捞不到多少鱼 在这种水深几千里的开阔水域 鱼类的活动范围大 速度也快 平常吃到的各种深水区的经济鱼类 例如金枪鱼、鲸鱼等等 大多是利用银绳钓、鱼网等方式进行捕捞的 像这种撑开之后能有几百米深 几公里长的大型尾网 能覆盖很大一片海域 这才是鱼商业捕捞 而南风号用到的这种中层拖网 只能捞到船开过的海域里的少量鱼类 因此主要用来进行小规模的科研性捕捞 这两范盒的鱼已经可以初步判定 声纳影像上是什么东西了 这种通体近乎透明的鱼叫做柳叶蛮 其实就是我们常见的海蛮的幼体 它们在深海里孵化出来 随海流长距离漂游 此时身体扁平透明薄如柳叶 便于随波逐流 当它们接近陆地时 身体转变成流线型 进而游入江河湖泊 变成常见的鰻鱼 等到发育完成后 鰻鱼再游回深海产卵 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除了柳叶蛮 还有一些通体黑色 长着一嘴尖利牙齿的鱼类 这叫做星云巨口鱼 你看这个深海鱼类啊 你看这个 这个嘴巴 长满历史的大嘴是巨口鱼的显著特征 它们属于深海肉食性鱼类 一般栖息在六七百米深的水层 这种鱼习惯于追随猎物 以昼夜为周期进行垂直活动 而它们在捕猎小鱼的同时 自己又成为了金枪鱼等更大型鱼类的食物 鱼则是重要的经济鱼类 因此对于这条食物链的研究 就可以推算出金枪鱼在一天中的活动轨迹 根据这个轨迹 就能知道哪个时段该用多长的鱼线 或者下多深的鱼网 第一次中层拖网 确定了一百米水层的光点 是巨口鱼柳叶满档 但是要想为以后的鱼业生产 做出科学的规划 还需要继续完成 剩下的三次不同深度和时间的拖网 这样才能绘制出完整的鱼类移动轨迹 为此南风号朝着下一个站点继续航行 准备进行第二次中层拖网作业 南风号的科考范围 全部都是在我国可管辖海域内进行的 由于南海复杂的周边局势 随着航行的继续 在南风号的周围 不明船只飞机也多了起来 甚至由外国的侦察机 在几十米的低空围绕南风号飞行 2013年3月 正在执行科考任务的南风号 还协助我国执法船 成功解救了一艘被外国船只 无理抓扣的广西渔船 在这种复杂的形式下 南风号不仅仅是进行科学考察 更宣示着我国对南沙群岛的神圣主权 经过整整一天的航行之后 南风号抵达了第二个中层拖网站位 准备开始今天的作业 也就是对200米左右 正在上升中的光点的捕捞 这一次除了巨口鱼柳叶满党 与上一网类似的种类外 还有了令人激动的新发现 有点像进场仪啊 进场仪的右体这个 你见过吗 以前没见过 这个以前没有出现过 这是第一次发现过这种右体 你给鉴定一下是吗 不要弄断不要弄断 这种右体一般的这也不好判断 这种鱼是活的 由于鱼太小 再加上受到了损伤 所以即便是经验丰富的中枢 也无法判断这条小鱼 到底是不是金枪鱼的右体 而如果这真是金枪鱼 它将编赴学术界 对南海金枪鱼的一些传统看法 金枪鱼是大洋回游鱼类 也就是它们会在海洋中来回穿梭 因此很多专家学者 都认为南海并不具备本地的金枪鱼 都是从别的海域游过来的 根据现行的国际条约 这种迁徙过来的金枪鱼 需要按照配额捕捞 而如果能证明 南海的金枪鱼 从小到大都是在这里生活 那么南海 我国管辖海域内的金枪鱼资源 将由我国独立支配 随后大家又陆续发现了几条这样的小鱼 因为这些小鱼的背后 可能藏着巨大的科研和经济价值 所以大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保存起来 准备运回广州做深入的研究 与此同时 又一个发现让大家惊喜异常 这就是人物节 这就是人物节 这个马上等下要给大家拍照 你会把它从那个小的一起 把它拍一个照 还有写一个标签 这就是南海渡乎的这个 渊乌贼资源很大的渊乌贼 现在渡乎不算了 它这个渊乌有100多万 这以往的发现让大家兴奋不已 对渊乌贼资源进行调查 是南风好既定的重要科考项目之一 南海水产研究所要求科考队 抓住一切机会对渊乌贼进行研究 渊乌贼是一种栖息在开阔海域的 投足类海洋生物 据估算 单单在南海 每年就有超过100万吨的可补量 100万吨 这几乎等于我国每年远洋捕捞的 所有渔业品种的总产量 可是由于缺乏研究 具体的渔场在哪里 什么季节适合捕捞 大家并不清楚 导致目前 我国对渊乌贼的捕捞量几乎为零 所以拖网中发现的渊乌贼 自然成为了科考队员眼中的宝贝 为此南风号的主要任务 就是对南海渊乌贼资源进行调查 而拖网中发现的渊乌贼 自然成了科考队员们眼中的宝贝 我们一直在做渊乌贼资源量的评估 以后还要具有它的作业方式 就是我们的捕捕方式 还有渊乌贼的品质 渊乌贼的生活史 做一些技术的研究 在这一网中发现了大量 不同大小的渊乌贼 覆盖从小到大的各个生长阶段 这就能初步证明 它们从小到大一生都生活在这里 而不是从别的地方迁移过来的 也就是说南海很可能有稳定的渊乌贼种群 有稳定的科补量 我们每年可以从南海捕捞一百万吨的渊乌贼 而不影响他们正常的繁衍生息 有了这个前提 才能进行系统科学的长期开发和利用 由于在这一海域进行中层通往时 发现了不少渊乌贼 科考队决定临时停船 尝试捕捉更多渊乌贼进行研究 停船之后 南风号点亮了几盏大瓦数灯泡 方圆几百米的海面都被照亮 这种作业被称为灯光游鱼调 就是利用鱿鱼乌贼的驱光性 将它们吸引到船附近 然后再吊上来 有的时候甚至可以用网直接捞上来 不一会儿的功夫 就有船员成功吊上了渊乌贼 在之前的中层拖网作业中 已经捕到了不少渊乌贼肉体 现在又调到了大量渊乌贼成体 这一大一小两个证据 已经可以初步证明 南海有稳定的渊乌贼本地种群 这就为将来系统开发南海渊乌贼资源 提供了重要依据 不一会儿的功夫 天下起了大雨 可这并不能阻止大家 钓渊乌贼的兴致 几乎每个人都有不小的收获 明亮的灯光不仅吸引来了大量渊乌贼 烈食者们也随之而来 一大群我们期待已久的平底海豚 突然出现在了南风浩斯州 这些聪明的家伙 似乎也学会了利用人类的灯光来捕捉猎物 原本只是为了调查 声纳上光点的中层拖网作业 却取得了许多意外的收获 这让科考队员们十分的兴奋 接下来他们将进入南沙群岛的中心海域 继续进行科考 在那里又有什么在等待着我们的船员呢 欢迎您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 如果您想获得今天节目的相关资料 移动用户可以编辑短信 ABC发送到106633556搜索手机报 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央视网和科技院栏目的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了解更多节目信息 我也会与您互动交流 咱们明天再见 遭遇凶弱巨热 科研被迫中断 未夺风暴袭击 绕到亭国岛礁 进退尾谷 南风号将何去何从 科考任务是否能够顺利完成 科技院下期讲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